不过脑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懂 因为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自己本身的文化 每个不同的国家 那么也有自己不同国家的 这个相关的历史背景等等 那么宋云化在台湾 事实上他之前拍的电影 等一个人咖啡 跟周慧敏 然后跟后来 这个《我的少女时代》等等 颇受好评 那么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所以后来 那么现在的电影不是 我听说这一个礼拜而已 配奥房卖了几十亿台币了 卖得很好了 突然之间就有人举报 他是台独 那么理由就是刚刚主持所说的 那个影片里面 人家快问快答问 你最爱国家台湾 这样子而已 那么事实上每个在台湾 所涂涨的台湾人 除了少数的 吃台湾米 台湾水 却到对岸去要捞新人民币 对不对 然后却背叛自己台湾的台奸之外 那么事实上可惜了 为什么呢 台湾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演艺圈的人士的时候 我们的包容性会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到他们那个演戏 就给你吃豆腐 那在每一出戏的结尾的时候 不是会有谁谁谁谁 演什么是演什么嘛 对不对 只要是台湾的演员都会有个括号 中国台湾 他就给你吃豆腐 那你去买他们的DVD的影带 他也是一样 一定跟你注明谁谁谁 中国台湾 不管你是林心卢 不管你是都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在演艺圈里面 他还是要把政治的时候伸进去这一块 本来是属于艺人的一个世界里面 那么当然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子 说倒了没了 比如说带地人 对不对 然后就说 因为你之前加入了这个太阳花学院 你反服貌等等 那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被打成所谓的台独 但是爱台湾跟爱台独是不是一样 他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你不要忘记之前中国所说的九二共识 跟这个国民党虽然不一样 但他前提是一个中国 后面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说 所谓的一中各表 他现在连表都不让你表了 很简单 现在没什么好讲了 现在就是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这个样子 其他没有什么好讲了 没有什么台湾啦 ROC啦 那些都人家的事情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但把这只手伸进来演艺圈里面呢 对这个宋文化他的演艺圈 如果你你要去探人民币 那你当然会影响 如果你的市场不在那个地方 那在台湾或在其他地方 那你当然不用在乎这一块 那么对这些艺人来讲 与其我说愤怒 不如说我是觉得比较疼惜啦 为什么呢 唱歌也好 之前操作周子瑜啊 那个民进党的最大的助选员叫黄安 你知道吗 结果呢 结果周子瑜砰的爆红了以后 我记得黄安的微博 还是什么西兰骨头 全部都删掉了 对吧 被骂 骂风头就对了 结果你搞了 你搞了周子瑜 然后说举报他那个国旗 你说他是台独 那你又算什么 黄安当年也是在台湾的电视里面高举国旗啊 如果 如果他 宋文化真的是台独的话 那刘乐言跟黄安是不是台独啊 为什么呢 他拿的副照是中华民国的副照啊 你知道吗 下次换的时候 下次他们两个人如果要换副照 虽然副照要很久换一遍了 一定要特别花给他们两个人 括号台湾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爽用健保啊 但是他也承认中华民国啊 如果他两个人那么爱国 那怎么不加入中华的民共和国 成为真正的中国的老百姓呢 所以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面 过度的操作 其实只会引发反感 那艺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办法像上次那个 一只老母鸡的那个事情 硬要把台湾包进去的那个事情 也是一样嘛 也是好多的台湾的艺人 被迫一定要站出来 听我的祖国听什么 其实你这样刚好相反 你嘴巴上 他们的事业在那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 你统战的目标是他们吗 不是耶 你统战的目标是我们耶 是2350万台湾人民耶 我的国家就叫台湾 中国是别人的祖国 我在这边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的祖国就叫台湾 不是你叫了几个艺人 这样搞了以后 我们就会屈服的 地下刚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会被告到 什么破产或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他每一出的戏剧 事实上他们投资非常多 那投资的多 有时候他有一些是因为 演员的费用高 有时候是他投入的制作成本高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他有一些的这个戏剧 他开始会跟你签约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个人的因素 比如说你个人 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导致这个戏剧 他或者你拍摄这个影视作品 他没有办法继续播音 那对于厂商来讲 我的投资就变成是 我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他就会附加条件 就是跟你签约的时候 就告诉你讲说 如果因为你个人的问题 那我怎么样的话 我会跟你求偿 克林东当时也因为染毒的事 你刚刚提到这个业界人士 其实他的利润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我们回来看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宋云化 他现在人选择在中国大陆发展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选择 负这个责任 可是我觉得 他在今天的这个声明 特别您刚刚所提到 他到底是自己要做声明 还是被声明 您刚刚不只讲到说 一个90后的中国女生 这个大概90后 大概不会是台湾这边 如果他是真的在台湾土生土壤 长大 讲说讲实话 像你问我几年 我跟你讲说 我1973生的 你都觉得怪 因为你第一个 我都有62的 你就讲说 你就民国62年 这个你大概都会 很直接的去联想 那所以他的用字潜质 其实第一个 不是我们习惯性的用语 第二个是你进来回来看 他这有点像是一个宣传稿 什么叫做宣传稿 你知道吗 他就讲说 在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 与风土人情 深深吸引着的我 然后越了解 就越对自己的国家 充满崇敬与热爱之情 这个我讲实话 这个你要讲说 要文情并茂 我还可以理解 但下面还有一句是 特别是国家 今年初的会台政策 是 所以是 你说有几个艺人 居然知道说 国家今年初的会台政策 难啦 这个我老 我真的真实讲 就是说 就是说即便好了 如果这是他真心要写的 当然要把这么多的元素 放到这里面 文字要用到如此之精简 还要特别表述一下 就是中国大陆对台的一些工作方针 我也真的就醉了 我只能这样解释 所以我觉得他当然今天这样一个行为 来自于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些有一些的网民 不管您刚刚所特别提到了 在他们的广电的地方 去给他做了举报的行为 还是怎么样 可是难道台湾这两个字 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讲 这么的痛苦吗 我真的请大家Google一下 就是你只要稍微Google一下 中国大陆所有 包含他的台办 包含他任何一个 只要讲到台湾的时候 他都怎么说 他都讲台湾当局 他说的一种 你一定都听过 他就跟你讲说台湾当局 什么台湾当局 你现在要叫我介绍 我叫我不要说台湾 我是怎么说 难道我讲台湾当局 就会比较没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就是在于 它是一个混乱 在于说 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自然的 一个行为的表现 对于这些艺人来讲 他一开始 很自然的行为表现 到最后却为了 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管他基于任何的理由 他今天觉得 他要更改他的说法 我讲实话 台湾也有很多人移民出去 他移民出去 变更了国籍之后 他要去搞 他要去讲说 我是美国人 我是怎样 我觉得都OK 不然你也刷出去 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说 讲台湾的这件事情 对你伤害这么大 我认为其实台湾 是一个多元的环境 你今天愿意入籍中国大陆 我觉得大家没有意见 那你就入籍 你就入籍进去之后 你以后要怎么讲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话说 我相信中国大陆的网民 也不会去批评他 跟攻击他 我相信对宋云化来讲 他也难过 我都应该刺成这样 你知道 他这个委屈 我都想到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在 这个国外受到委屈的时候 自己搞一个名牌 我都做成这样 还要被你们骂 还要被你们打压 宋云化都已经道歉成这个样子 然后还要怎样 还要中国大陆网民还讲说 不行你滚回台湾 我讲算你两面都不讨好 两面都不是人 即便你今天保住了 这样的一个合约 即便你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被人家认为说你过关了 他不跟你求偿 那你以后呢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 选择到中国大陆发展的人 我认为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过去为什么大家会去质疑黄安 会去批评黄安 因为黄安他永远都告诉你 讲说我就是喜欢这边 但是对不起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喜欢这一边 因为我觉得这边更好 我可以更便宜 我可以更不用花钱 那就是你就是两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尊重 每一个人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你要怎么去表态 你要怎么表达 我觉得那都是你的自由 可是当你希望两面讨好 跟两面游走的时候 到最后是不是会呈现 像宋云化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今天即使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中国大陆的人并不买单 那你到底又为了什么 好我们来看 就像这个任俊说的 中国的网友不买单 直接还说希望你不是为了钱 而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中国是不是一直在逼大家说谎话 反正你就是把这个东西 PO上来以后 然后就是反正我就赶快改口 然后还说你看 尤其是国家今年提出会台政策 给了我更多发展的空间 和学习的机会 所以很多事情我还是在学习 那么我也虚心领教 而且还说什么呢 我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我热爱我的家乡 我更热爱我的祖国 然后海峡两岸永远是一家人 哇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如果写这样的文章 应该可以拿一百分 但是问题是网友 还是问你是不是 就是为了赚钱 我们来看这些年 事实上被封杀的这样的演艺人员 不在少数 包括你看最有名的说 现在宋云浩周子瑜 然后还有包括像张慧妹 张贤 戴丽忍 然后陈玉勋跟柯宇伦 其实通通都被点名